詞曲 李宗盛 郭文貴 影響 這是剛完成的時候的作品 拍照 其實我們剛講對藝術這個作品 他的公共藝術 因為它其實分有兩個部分 一個比較是功能性的介紹 比較好敘述性的一個大事的身體實際等等的一個描述 另外就是主要的所謂的標説作品 那就是主要標説作品 那我們想是說 有一點我們下棋其實是在一個平面的棋盤上面去下 我們可能黑棋下去之後 黑棋下去之後開始有白棋 然後開始去建構自己的所謂的事情 然後跟對手的一個所謂的 對應一下就是在那邊 葬真 也許用這個詞很親切 可是基本上就是在棋盤上面有論書以 這個書以是一個平面的狀態之下 那因為我想到說 就是金庸先生他平台的議員來講是 然後金庸先生的武俠的副作品他們多的 等到想到那個華山論現這件事情 但是當然整個事情是從一個平面的狀態之下 成一個上低的生長狀態 所以最後我們在規劃上面 我們就是一個 成一個上低立體的狀態 去把這兩個平面上面的對立的關係 狀況的立體空間上面的一個 所謂的空間站立的一個呈現 好 那這邊有黑色的錫子 跟白色的錫子所構成 那有些黑色是獨立的 有些是連在一起的 相同的 有些白色的錫子連在一起的 有些白色的錫子是被黑色所阻隔開來的 可是我們其實是他們大概可以看到的兩個一個 有一點張力的一個 不一致的一個狀態 這也是一個 主題不要說想要呈現的部分 而我們的鋪面 這一點就是所謂作品的台座好了 我們也不是用一般的所謂的 標錯的那個台座的概念 我們就是用錫盤的方式 用錫盤的方式 將整個平面去 台座一個平面的方式 錫盤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錫盤每一格是一公尺的大小 每一格 因為我們配合我們的錫子大小 那錫子是九十六目分磁性 但是試著去跟真實的錫盤跟錫子式 所以去做一個比例上面的調整